九份二三國家地震紀念地 哇就是下面這一塊 這一塊九一地震的時候 整個塌下去很壯觀 現在這邊九份二三國家地震紀念地 是屬於南投縣國姓鄉 待會我們要往南投縣仁愛鄉的 廬山溫泉區那邊去 晚上我們住宿的地方就是在那個地方 What makes this heart be faster 現在我們在前往廬山溫泉區的 浦霧公路上 前面這條是浦霧公路 前面是觀音瀑布步道 剛剛我太太在路邊發現了這一個 觀音橋 吊橋 我老婆覺得蠻特別的一個吊橋 所以想下來走一走 我們就下去看一看吧 哇 下面水好大 咦 那是芒花嗎 現在這個季節還有芒草 走到吊橋尾以後 右轉就是往青茵市 好啦 也沒有什麼啦 我們就繼續往回走囉 從橋面看 其實還蠻壯觀的 讓我想起剛剛的義紅道 這一集介紹的景點 google map定位點連結 我會放在這支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方便你們前往喔 前面這裡是仁子關 人子關是進入物色山區的咽喉藥地 自古以來是有名的南關藥塞 也是物色地區 塞的各種跟外界的嚴厲界線 因此得名喔 這邊有以前人子關的照片 現在我們剛進入南投縣的仁愛鄉了 現在進入物色 這邊叫村陽部落 村陽部落在日據時代叫做鷹舍 因為這邊盛產櫻花 路旁有路標櫻花部落 前面是村陽部落的天竺堂 前面是雲龍橋 左邊是舊的雲龍橋 這個是新的雲龍橋 總長有134公尺 距離河場最低的位置有97公尺深喔 現在舊雲龍橋只剩下這一個橋墩 在橋墩的河對面 那邊就是舊雲龍橋的以前的隧道 先來看一下下面的流水溪 哇真的好深喔 站在橋面上往下看 真的腳會發抖 看一下四周的風景 第一代的雲龍橋是一座鐵線橋 光復以後政府重建為公路吊橋 用當時雲南抗日英雄龍雲將軍為名 取名為龍雲橋 後來因為龍雲投共 所以國民政府把龍雲橋的名字 反過來寫 變成了雲龍橋 現在進入庫山溫泉區了 庫山溫泉這裡以前是很熱鬧的 在2008年的時候 由於受到新熱客台風的侵襲 所以變得沒有像以前那麼熱鬧 最近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又變得比以前還要更蕭條了 待會我們會去逛商店街 看一看現在街上的狀況是怎麼樣 走我們現在去逛商店街 前面是庫山吊橋 我們先往右邊走 現在大約是晚上的8點50分 店家都已經收得差不多了 走一下下前面已經沒有東西可以逛了 我們現在往回走 這家有賣一些山產乾貨 這邊是一家乾貨店 在庫山吊橋橋頭這邊這家溫泉鄉 是這邊討論度最高的 但是現在已經打烊了 喔喔 逛一逛庫山吊橋 下面是塔羅灣溪 剛剛盧山商店街已經找不到吃的人 所以我們來物色市區這裡 這邊有一家SERVEN 這家也是離盧山最近的SERVEN的人 在馬路對面這裡 也有一家賣鹹素機的 前面是仁愛鄉公所 講一下盧山的地名 盧山那邊本來不叫盧山 後來是因為蔣中正有一次到南投書房的時候 看到盧山那邊的雲霧繚繞 很像是大陸降溪的盧山 所以把它改名為盧山 後來我們就到SERVEN 還有對面的鹹酥雞店 買了點東西回來吃 這家鹹酥雞店賣的東西 還不錯吃 所以說假設你們遭遇跟我們一樣 來盧山這邊之後 在老街已經吃不到東西了 那你們也可以考慮到 物色的市區那邊 去買一點東西回來吃 這是我們買的鹹酥雞 雖然說很不健康 但是沒辦法啦 大家早 昨天晚上來盧山溫泉區這裡入住 因為來的時候太晚了 所以去盧山老街那裡逛 店家幾乎都收起來了 而且也沒有看到什麼其他景點 現在大約上午的10點 我們現在再去逛一逛 順便帶大家看一看現在老街的狀況如何 走 左邊是塔羅灣溪 前面就是盧山吊橋 在溪的對岸也有很多家溫泉飯店 不過很多間都已經早就名死名列了 我們現在走到盧山吊橋的另外一端這裡來 我們現在先逛一逛盧山吊橋 中華民國93年5月竣工 下面是塔羅灣溪 哇水量真的蠻大的 當初新樂客颱風就是塔羅灣溪 輕死造成這邊嚴重的災害 剛剛你們在討論什麼 那邊這樣有塊玻璃破掉 對啊那邊現在溫泉會館 很多都已經沒有在營業了 我們先繼續走 走到橋的另外一端 其實很多人都是從橋的另外一端過來的 然後再往後面的老街繼續逛 那因為我們今天住的地方是在那個方向 所以我們是這樣走過來 你看山坡地 其實很多都已經光秃秃了 那個應該都是亂肯亂拔造成的 然後所以說有颱風來的時候 大自然就會反撲 然後造成這邊有很嚴重的傷害 好我們繼續走 你看這邊原氣養生館 看起來也是髒髒臭臭的 應該也是沒有在營業了 好這家櫻花小米麻糬還蠻紅的 好論度也蠻高的 50年老店 經持一家疊無分號 吊橋溪口 我們看一下導打圖 這邊是廬山吊橋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塔羅灣溪 我們剛從這邊走過去 現在在這個地方 待會我們再往回走 後面走 然後這邊有公公浴室 蜜月館 景光山莊 後面還有溫泉桶煮蛋石 現在還不曉得可不可以煮蛋 這邊還有一個地熱型 這邊有一個莫納魯道紀念碑 莫納魯道大家都知道 有看過賽德克巴萊的時候知道 這邊有一個大的雕像 有機會的話 我們待會會走過去看一看 好 我們再繼續往那邊走 剛剛一走到盧山吊橋的另外一邊這裡 這邊就有一家超商 但是昨天過來的時候 這家已經打烊了 風味餐廳 這邊有一家餐廳 前面那個是立體停車場 好 橋的另外一邊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往回走 盧山本來是賽德克族 德克塔亞群 波亞倫和馬赫波兩個部落的固定 來繼續走 再走回去剛剛橋的另外一頭 現在在橋的旁邊這邊就有龍眼樹 垂手可得 但是肉超少 對啊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所以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現在走到橋的另外一頭 原來的這邊了 我們現在再繼續往裡面走 現在大約10點15分 店家大部分都還沒有開 哇這邊有賣泳衣耶 可能就是要讓大家可以泡大洞池的時候可以用 下都大飯店 裡面有魚嗎 有山就有水 有水就有魚 然後呢 現在是什麼 有魚 大家摸 有魚就可以吃 小黑又來了 哇賽 所以這邊有一家賣乾貨的已經開門了 鎮陽大飯店 這一家已經開了 莫辣乳道小米酒 來試喝看看有沒有 來看看喔 現在也不會有 高山茶 歡迎試喝 這一間 廬山派書所 就是目前這邊唯一的一家公家機關 你看前面那邊 土石滑落的感覺 其實商店街蠻短的 大概就到警察局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往後面走 是要去其他景點 譬如溫泉煮蛋區 右前方有一間公廁 往天然溫泉頭 天下第一泉 沿頭 有天然煮蛋池 天然泡腳池 現實大放山土石 各自三散三點 各自手工茶餐 卡拉OK 好 但是他說還有幾公尺 會不會已經結束了 本來是寫800公尺 好我們去看看喔 走 往右邊到景光山莊 我們先去前面那裡 待會兒我們再往右邊走 那個沒有漁業 好可惜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真的很可惜 這邊很多高級的都已經收掉了 唉唷 這邊有一棵茶壺 這個不是在小鈴鐺科學遊樂區的嗎 你看他現在水也懶得讓他動 你看這邊像廢墟一樣 沒有在關 對 其實來這個老街 應該是全台灣 看起來最像廢墟的老街了 有看到什麼嗎 你看原來裡面這邊 這個走廊 往右邊看其實景觀還算不錯 就在西畔旁邊而已 都很可惜啦 不過其實收到這邊的沒落 我後來查一下資料 非常的錯綜複雜 有牽扯到違法業者 合法業者 還有牽扯到這邊的亂砍亂法 大自然的反撲 很多啦很多啦 那現在政府在埔里那邊的國薪農場 希望他們搬遷過去 但是查到資料是說 只有合法的才能夠取得補償 但是其他的業者是沒有補償的 所以說他們要用土地的原價去購買 那他們很多加薄樂魚 所以說他們就繼續待在這個地方 往溫泉煮淡往右邊 好 那我們先往這邊看看好了 這邊的好像有在維護耶 就是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同 的一些沒落的景象 真的是不經虛虛 可是前面好像已經是到底了 已經有鐵能圍起來了 沒關係還是去看一下好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就是終點 喔 這邊沒路了 回頭以後 第一個轉彎處左轉 就是往地熱井的地方 那邊現在有寫游客服務中心 不過看起來也是廢墟耶 這一間應該就是蔣公刑館 是一間日式建築 好 就大概先這樣看過 來 繼續走 左邊這邊有一個 塞德克主人 婦女的序像 你看這邊的解說牌 也都沒有什麼在維護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右邊這一條上去 往馬赫坡步道 然後上去之後 可以到 拳頭煮淡區 走 我們先往這邊好了 我去看看 第2級煮淡池 泡腳 泡茶 前面有一個溫泉煮淡 我們去看看 怎麼了 可以進去是嗎 這個是蔣公刑館耶 好 走 我女兒現在又 天外回來一筆 想要去看看這個蔣公刑館 應該是可以吧 來 走 這邊有洗手間 這邊有洗手間 小心喔 其實 好啦 欸 妹妹 妹妹 聽我說 我們就先這樣子好了 因為它地板這邊已經裂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邊 待會你踩下去 搞不好某個地方它就裂掉了 這邊就是一個核式鍵子 那這邊一個核式 那這邊又一個核式 我們大概就這樣看過就好了 好 走 繼續往右邊 溫泉煮淡 走 那邊還有 往莫納魯道紀念碑 還有往午餐場耶 走 左邊這個本來是景光山莊 不過目前看起來也已經沒有在運作了 嗨 嗨 溫泉煮淡還沒有在營業 小心走 哇 莫納魯道古彈場群裡 現行路線 全程要4公里耶 啊 聽起來不錯耶 4公里喔 沒有啦 沒有 不會啦 我不會走那麼遠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裡 哇 真的都沒落了 這裡會不會是以前我跟我同學們 來這邊吃飯的地方啊 那邊有水池耶 去看一下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煮 哇 好啦 沒有東西啦 先往回走囉 好 我們往古鎮場這個步道 我們走一小段就好 因為這邊說要4公里耶 我想我們走不到 那你以前有去過嗎 沒有沒有 為什麼你之前沒有去 沒有 因為那時候學生實在只是 我上來這裡吃吃飯 泡泡溫泉而已 泡泡牛 泡泡學妹 好啦 我們先往回走吧 對於這一個老街女的看法是什麼呢 我滿腦子都在想 你之前跟以前同學啊 學妹他們來的一個景況 喔 你說來這邊 拿通宵雜誕蛋 請酒作樂 對 然後 光影無度的那種狀況嗎 對啊 是不是 好 那我給你我學妹的電話 你拿掉問看看 剛剛我們在這邊過的也沒有很開心 聽說你也很會學 我學妹講話是嗎 來學一下 小朋友來 我們一起叫爸爸 軟哥 軟哥 哥咧 我們一起叫爸爸 軟哥 左邊這個廣場可以想像 以前應該會有一人在這邊表演 然後上面就為了觀眾在那邊叫好 可是現在 你看 荒煙漫草 前面這間暫停營業 真的是忙滄桑的一條老街 我們現在又走回到 廬山吊橋橋頭這裡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離開 廬山溫泉區這裡了 好久沒有來這裡了 有另外一種感覺 尤其又回到以前跟同學來這裡的樣子 又有另外一份感覺 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個地點喔 出發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忙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並且關注我的主頻道 JODEN到時候 一頻道JODEN日常 以及JODEN到時候粉絲專頁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The day is breaking softly and the night is and b